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個星期我們都找不到題目 絕對是 其實它未必是一些很大件的研究 但是有些是中型的研究 還有很多時候是一些叫做新發現的東西 就很值得跟大家去講 但是在正式講這個星期的新發現的時候 又跟大家講定 SpaceX的第五次試射又提上日程 剛剛幾天前就上了SpaceX的網站 甚至Elon Musk自己在他的Twitter那裡都有提到 是五個星期內 準備在五個星期內做這個第五次的試射 而且這次試射的內容就超乎了我的預期 它是想令火箭上了去之後 原地下回來 去發射台那裡 給發射台那雙筷子夾著 就想試這件事 所以又非常有趣 聽起來好像玩具那樣玩 但是你發覺這個應用實際上可以很省資源的 所以如果能夠做得到 那又是會是非常精彩的一次 可以值得 我都會盡量可以做到直播 我自己都開個直播來介紹一下 就是它這個SpaceX 差不多每一個月都給大家一些驚喜 是 絕對驚喜的 那大家留意 什麼時候可以買那些股票 真是不知道 這些只是不內部 當然你又不是說 買Tesla不等於買它 當然不是Tesla 現在沒有賣 是的 我們在尹次也要說 那個電動車的將來其實是需要受懷疑的 這件事 我都會覺得 我們在尹次再說 回到我們的天文發現 台長 你就展示了這個圖出來 你看起來覺得 像不像一個天體 還是一個人體的部分 像一眼 它都說過了 這是眼球 但是它這個標題裡面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Life outside the solar system 太陽是以外的生命跡象 這個我相信是很重要的題目 但是我們首先講了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眼球 在這裡大家不要這麼高興 是不是我們已經發現了外星生命呢 不是 但是我們要到處找外星生命 我們很希望找一些特定一些 機會大一些的研究對象 譬如說你要想知道那個星球上面有生命 起碼你要有些事情都要看清楚 首先我們以往的目標 如果說十幾二十年前的目標 就是彈球找到一個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我們就手無足道了 然後在二零一幾年左右 我們找到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裡面有些行星是處身於一個月的移居帶 我們就手無足道了 我講了手無足道的意思就是那篇論文 我發現的論文就會刊登在自然期刊Nature那裡了 到今時今日我們已經不是滿足於這裡了 我們就已經是找到上面的大氣成份 就是去到這一刻 我們近這幾年已經是在說 能不能夠找到一些我們太陽系以外 其他太陽系上面的行星 它如果處身在移居帶的時候 上面有沒有大氣和大氣成份是什麼 已經是找到這個目標 因為我們要滿足了這些條件 我們才能夠問就是上面有了適當的溫度 有沒有適當的物料 有沒有適當的環境去孕育生命 我們就發覺這一堆這樣的星球 如果找得到 我們就更願意去放更多的資源 集中地去看它會不會上面有生命的條件 譬如接下來除了找到大氣裡面 有沒有一個像我們的大氣 OK? 接著就問一下上面有沒有海洋 還有有沒有地殼活動 所以你會預期的了 接下來如果又有些什麼是外行星發現 但是又在自然期間刊登的 一定滿足我剛才說的條件 我們太陽系以外 某某星系上面有一個是處身於移居帶的 一個行星上面有大氣 然後那個成份我搞得清楚 甚至乎看到上面它有地殼運動和海洋 甚至我能夠由它的光譜知道它的表面平均溫度是多少 如果有這些東西我們就有權去問 上面會不會有生命呢?這樣 所以現在我們處身於一個階段的一個時期就是 它到處去探索哪一個是值得去擺更加多的資源和精力去研究的一個行星 我們去找它出來 那麼我們剛好就已經是又找到一個 現在這個好像眼球那樣的行星呢 就是在我們距離我們五十光年的另外一個的太陽系 那麼它這顆行星呢 是不是很移居帶呢?又不算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很接近自己的太陽 近到一個地步呢 就只需要二十五天圍繞了一圈了 那麼你想想 我們這個水星呢 最近太陽的了 八十八天圍繞了太陽一圈 OK? 那麼現在這個眼球星球呢 就二十五天圍繞了一圈 那麼你想像它就是很大的機會就是更加近這個它自己本身的太陽 那麼當然你也要問一下它究竟上面有多熱有多冷呢? 又要看它本身的太陽有多大有多小 那麼現在看到就是說 它上面這個星球照計就有一個很獨特的地貌 一個由氣候和地質形成的條件 令到它上面就好像一個眼球狀的形狀 所以這個超巨型眼球 和找生命的奧秘呢 你就發覺就是 由它處身的那個獨特的位置那裡 就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了 但是有什麼的理由說 這個行星是有生命的可能? 那麼幾方面的原因 又不是說很咬定它有生命的 但是就是說它第一它會比較偏向比較大機會 它照計就會是太近它本身的太陽 剛才都說了25天圍繞一圈 就很近了 所以它表面上會是很熱的 但是正正因為它是這麼近 它就會出現一個叫做朝夕鎖定的現象 什麼意思呢? 它這個星球和我們地球不同 我們的地球除了圍繞著太陽公轉 我們還會自轉的 我們公轉就是365有四分一日 但是我們自轉就是一天 但是Tidal Locking 就是朝夕鎖定是什麼意思呢? 當它圍繞自己本身的太陽轉得久的時候 它的自轉和公轉變成同一個數字 鎖定了 那麼我們周圍有沒有天體 是有出現這個朝夕鎖定的現象? 月亮就是了 我們這個月亮自己圍繞地球的公轉 和它自己本身的自轉 是朝夕鎖定了都是一個月的 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令到這個月亮 永遠只是一面向著我們的地球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眼球星球 也都因為它是這麼近去自己的太陽關係 我們都相信它是會給它自己的太陽 去鎖定了它的自轉和公轉 所以這個眼球星球 它就是一個經常地 如果這個眼球 時時刻刻無時無刻 都是看著它自己的太陽的一個星球 因為它只有同一面 是去向著它自己本身的太陽 那麼好了 那麼這裡又怎麼說到它說 有機會是有生命跡象呢? 直接被太陽照射那邊 當然是熱到難以居住 永遠背著太陽那邊 也都是冷到就是很難會引辱到生命 但是中間的那一塊是怎樣呢? 我們去探索月亮都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就是說如果在月球基地 就盡量在那個 叫做太陽又照到 但是又剛剛在月球南極 照到一半又照不到一半的地方 那麼那裡的溫度就比較溫和了 面對的太陽光也是沒有那麼辛苦了 OK? 那麼對於它那個眼球星球也是一樣的 周圍整個圈的位置就是那個日夜交界 就是相對於那個日夜交界的位置 就是應該總是會有一個地帶 就是出現一個氣溫度比較溫和的地方 那麼在那裡會不會就有一些的條件呢? 所以就是說如果那個星球本身有一些的特徵 令到它是有一些的地方 是比較可能接近到我們生命運用的條件呢? 那麼我們就值得去研究它了 我們的地球你可以說 基本上差不多整個球都有生命的跡象 除非在兩極和中間的沙漠地帶而已 但是對於這個這個眼球星球來講呢? 它就好像一個圈 剛剛就是看到日落和日出的這樣的圈 那個圈都不要叫日出日落了 它們沒有日出日落的 因為那個日又不會出不會 就fix了不動的了 OK?總之就是在那個地帶裡 不熱不冷的地帶 就似乎就有生命的跡象 還有也是因為它朝夕鎖定了 我們去觀測它的時候 就多了一些鎖定了的參數 就方便我們追蹤它那個樣子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探測 要確定它這個大氣反射出來的那些信號 我們是比較有把握的 但是生命不只一個條件 就是不知道那個溫度 還有其它東西 如果你可以整個環 究竟又可以有多少活動空間 有多少生命生存活動 是的 這裡又可以懷疑了 暫時我們相信它應該有大氣在那裡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這個就完全不清楚了 但是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距離我們足夠近 只有五十光年 所以我們用我們現在的望遠鏡 就有能力去集中資源 把它看得很清楚 那種清楚的就是 應該相信在它那個星球上面 它的大氣出來 如果它有天氣有氣候 那些不同的雲層不同的顏色 我們都可以看到分辨出來 就好像我們的地球一樣 你 zoom近一點 我們離遠看就好像藍藍白白的一顆東西 但是你近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啡色、有綠色、有藍色、有白色的 有很多圖案在上面 那我們就希望我們能夠 就是憑藉著搜集更加多的數據 就將這個眼球、星球上面 那些大氣不同的顏色都可以看到出來 那它那個解釋就是 為什麼有這樣的眼球的形狀呢? 就是你會發覺就是 中間的那個位置特別被加熱得緊要 那就令到它上面那個的 就是大氣的活動和它周邊那裡會有不同 所以它這個位置 為什麼會離遠遠遠遠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也都是它那個位置 就是承受特別多的太陽輻射有關 那還有其他因素我們都不知道的 譬如有沒有大氣層 它應該有的了 應該有的 水有多少這個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就算有水 它面向太陽那邊都蒸發了 那它會去一個大氣那裡 但是如果它旁邊是比較冷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熱的循環了 就是說它在上面可能 中間被太陽照得最厲害 最多水蒸氣的位置 如果是下面不停地有水蒸氣補充 它就會周圍向外面擠 就會到外面溫度冷的地方 就會下雨下去了 那麼我們這個地球 就是它跟我們地球那個雨水循環 就是有相同的地方 原理都一樣 就是有煲水就有對流的了 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在這個星球裡面 所謂天氣和氣候的概念 是相似很多的 我們地球上面 氣候還氣候 氣候的東西是以季節 四季以月來計的 大尺度一些的 天氣就是每天局部地區性的東西 但是似乎在這個這樣的星球上面 因為它的公轉和自轉鎖定的關係 它的天氣就是它的氣候來的了 就變了 除了這個星球之外 應該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個行星會臭雞蛋 如果那個地方有人生存就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天天都在聞這些非常臭的雞蛋 而且會中毒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大家都覺得就是和行星的大氣有關的發現 那臭雞蛋是什麼氣體?就是劉化氫 就是兩個氫的原子 拼下去一個流的原子 劉化氫 這個分子 那臭雞蛋的味道 但是如果太過濃烈的時候 你都聞不到味道了 到你發覺濃到聞不到味道 基本上是一個中毒的級別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用說去到中毒級別 那臭的劉化氫你聞得多 都是令到人身體不適的 那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譬如你發覺地球的劉化氫 不一定是由雞蛋到來的 你火山爆發都出很多的 那些硫磺那些硫化物 所以你說那些火山活動 地質活動比較強的地方 它上面有很多臭雞蛋的氣體 一點都不奇怪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發現 我最獨特的地方又是 我們又是有能力 在我們的銀河是以來 太陽是以外 它找到其他的行星 而且還要了解到他們的大氣成份 那這次這個行星 似乎就是氣體比較多 就是這裡可能台長要幫忙補充一下 就是究竟它本身的尺寸有多大呢? 譬如剛才我眼球的行星 我講漏了 它就比地球大一些和重一些的 一個超級地球來的 但是現在它究竟是一個氣體行星為主 還是一個有固定地殼呢? 如果你說它有劉發卿的話 我覺得更加可能它似一個氣體的星球 會多一些 這個也都視乎它要看回它 跟它本身的主 它自己的太陽有多近有多遠 而我們現在有那個科技能力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行星 它反射出來很微弱的光的信號 去看分析清楚它上面的光譜 而且從它的光譜上可以找到 對應劉發卿的這個化學分子 給出來的信號 所以我們知道它有劉發卿 所以我覺得這裡也純粹反映到 我們那個天文觀測的精準能力 就是去到這個程度 但是譬如比起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個眼球行星 跟這個相比 這個它能夠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就會比較低 因為它主要就是劉發卿 但是那個眼球行星照計就是 我們有更加多資料去確認到 去照計在它上面 會有一個的環境是比較溫和的 所以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那個眼球行星上面 找到生命的可能性就高過這個臭雞蛋行星 補充剛才你問的資料 那個尺寸它應該沒有說的 但是它說那個溫度 930的攝氏 我不相信在這個條件之下 有什麼生命存在 還有它是氣體行星來的 都不是一個有地表的行星 所以這個我都不相信它有一個生命的研究 那麼值得 不過它為什麼選它呢 其它一個原因就是剛才你說的 它因為很接近我們 所以看到 六十四光年而已 六十四光年 變了我們可以很仔細地看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總結一句 這些六十四光年五十光年這些距離 對於宇宙來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距離 如果在這麼小的距離那裡 我們都找到一些更加豐富 關於生命的跡象有關的東西 我就會更加相信 這個宇宙是有其它外星生命的 你現在相信嗎? 我一向怎麼說呢 我是覺得不會驚訝 證據上我們不看到有 但是你說如果那個機率那裡 你會發覺從這些觀測發現那裡 似乎那種能夠忍辱生命的條件是無處不在的 最後有一個能夠搏中了可以有生命出來的 有什麼奇怪呢? 宇宙之大 大到這麼厲害 如果你說就算中落也一定會中的 即使有機會這麼低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